早上, 早上 曹斯達, 曹斯達 布萊恩? 這麼趕趕去哪裡? 胡亂過賣路撞死你 你也知道, 你的孫子很疼你 哭死他 你瘋了 你這麼趕趕去哪裡? 我?去香港書展2018 去書展?你懂字嗎? 沒錯, 我就是看中了 《玉敏新書》 《玉敏踢爆紙》 《說文解字》 《玉敏新書》 你知不知道 《玉敏》還有一本新書叫什麼? 《天下至廣, 非一人所能獨自》 當然知道 另外, 除了新東西厲害之外 舊東西也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 普羅重養了《中祖康本》 《香港高官厚黑學》 《操控永一生》的 《六十四條廢話公式》 當然知道 書名這麼長 很深印象 所以我就這麼急 跑去這個會展的荷溫 《一B-B十三》 《反常世派, 合中為息》 《信仰》 好,剛剛那支也講了很多 這件事 也評論了 回應了 這兩日, 記者也不停追我想 三天其實都是快點回應和評論 剛才都說了很多 不知道有沒有多說 是時候說一下外間的反應 香港或者外國 首先說了外間世界是怎樣反應的 暫時已知英國FCO 外交部就說了 首先第一件事是他們先說反對港獨 就好像泛民說那些 就好像泛民主派的反對 首先我反對香港獨立 就可以開始說話 然後他又是說這些結社自由 或者言論自由 不要受到侵害 七叉之類的 即是很恐怖的回應 但是你要知道英國是 假假地也叫做香港前中主國 中英聯合聲明上面 其實也應該有香港推動民主化的導義 而事實上他之前殖民的地方也好 他也是有盡力地去埋下去殖 以及民主化的因子 但是香港他們很明顯是做得不夠的 即是這個 前港督 末代港督彭定康 經常說自己做得不夠 自己做得不夠 但是又好意思經常來香港 在那邊 在那邊鬧 你們這些 不知道在那邊做什麼叉叉 諸如此類 這個都不重要 回到第二個回應 就是這個台灣的六委會 他說香港政府應該提出一些確實的事證 證明你真的有這樣做 危害國家和公共安全 要盡快提出事證的釐清事實 那四個公民台夠不夠呢 不知道 這些答案都是比較行的 當然 你要知道 台灣可能未必有什麼立場去介入這件事情 去到美國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其實都有做一個回應 其實他們都不是主動去說的 都是受傳媒查詢 回應明報訪問的時候 然後就說這個結社自由 就是不容侵害之類的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行貨的回應 你看到他們的回應 基本上就跟泛民主派那種很安全的回應 是一樣的 就是 當然 他們有些就好像英國那樣 首先 比如說民主黨也好 公民黨也好 首先我反對港獨 之後我就繼續說下去 言論自由也有 結社自由也有 可能參選自由也有 什麼自由也有 這些都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 除了香港獨立之外 美玲就最後一句完結 就是叫做什麼 要強悍地捍衛這個自由 Figurously protected 這個其實 看到那些回應就 比較好笑 尤其是這個昨天 就這個社民連 眾志 工黨 甚至是旺角溝團 那些 就去了這個遊行 去了這個警總 就是這個軍器廠街的警察總部 就去了遊行 而這個 就是 梁國雄的發言 就說 到 這個其實應該是唇亡齒寒 大概意思就是說 唇亡齒寒 下一個就可能燒到這個 香港眾志 和這個社民連 我心想關你的事嗎 不過他講也有些說服力 因為當初我被DQ 被人取消資格 不能參選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的事 後來是梁天琦 然後去取消議員資格 就是去到清正的梁藏雲和游慧貞 之後就去到他們 就是他曾經經歷過這個階段的信望 他選到之後才是 死亡齒寒 還有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說 你們這些人打開決口 很流行這樣說 就是說 你們無緣無故會做一件事 你又要參選 但又要提出這些主張 即是他們眼中的 飯技 踩到紅線 What so ever 這樣的主張 特意去做這些事情 自己拿完衰 而且打開了決口 包括你說釋法也好 包括你說DQ也好 什麼都好 而且我深深印象就是 記得當日他們其實有搞過反DQ集會 在選舉之前 泛民主派有搞過反DQ集會 在這個飯煲底 搞過 他們那時候 第一 現時就沒有如你們 所有被DQ那些 本島派也好 什麼派物也好 都沒有如你們 第二件事就是說 當時這個人力主席 袁明明就叫你不該借射 那一件事 其實是在我被DQ的那一天 只是那一天 他們引Banner很快 即是 之前不知道誰死了 忘記了 劉曉波 還是李王陽 劉曉波死了 然後馬上轉過頭 他的Banner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有雙熟的店 應該是 做這些都很快 那一天我被DQ 立即 立即 我站在路衝心 就說不該借射 根本上第一件事 沒有預理 小弟的知名度比較低 但辯識度比較低 這不該借射此其一 第二件事就是 當時還是社民連 這個候選人之一的梁國雄 就是 不停跟當時 都有去到天馬公園那裡聚集 但是就不是加入他們那些人 那些人 被群眾為馬 當時有錄低片 我就有分享過那條片 那他又在那裏罵 又罵你們去哪裏 又不知道做什麼 之類 我就不見得有多醇黃齒汗 簡單一點來說 根本上都不同不相與為謀 最好笑其實就是 這個公民黨的陳淑莊 也是候選人之一 他當時就說 選到他們之後 就會回到立法會那裏 為你們 即是被選前DQ的人 討回公道 那我不知道今時今日 他們的公道 討回到哪裏 第一件事就是告訴他們 我反對香港獨立 然後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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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禮拜六就來一個示威了 而昨天那個示威 根本上你們是缺席的 就不需要說的 他就說覺得我們也是有事的 然後我就 舉了他們的旗海出來 好像沒有找過我 那個應該沒有找過我 那個沒有找就來了 我記憶還沒有 這陣子太多電話了 我都錯過了 順便說一說 我不是不想聽電話 只不過 當我聽電話的時候 都不斷打進來 我聽不到這個電話 所以我可能說一次電話 你已經錯過了兩個個 超梁國雄 他說什麽 即那個13加3那個基金 當時有些記者口行問他 娘又有沒有份價 這樣的時候 梁國雄說找不到他們 不是吧 他根本上有游偉珍的電話 甚至之後都見到他的 那你又說找不到他 你去Facebook都找到了 這根本上抹眼講大話 他天天在Facebook那裏 跟別人鬥鬧 在說髒話 在問別人餓爛屎 什麼 即是 即是 有空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現在講到 好像同路人那樣 簡單來講 只不過是因為 你不要說選舉 即是 你 你只不過是拆存在感 你的政黨 即是我覺得 公民黨那個 是更加鮮明的 這個立場 即是 因為我又 的確是很忙 可能由你們評論比較好 我印象中比較深的 就是梁家傑和 楊岳橋 楊岳橋說一句 殺雞煙和牛刀 梁家傑就 即是有人CAP給我看 大家很熱心 很熱心市民 即是 譬如我會不斷收到 一些新聞的連結 不斷發過來 就說 陳奧天收到警察的封信 還是怎樣 我也知道 即是 封信是我收到的 是我跟記者說的 你一發給我 都無保於事 即是我已經知道 你不用告訴我 我才能收到的封信 當然 沒有說笑 但很多疑心市民會發出 他們這樣說 看到梁家傑 他就說 共產黨嫌這個民族黨 人氣未夠 還幫他谷人氣 真是高明的手段 還說這些 楊岳橋就說 殺雞煙用牛刀 坊間也有 很多大眾市民都有回應 你有什麼回應 你怎麼看 我如何回應 第一件事 即是殺雞要牛刀 即是他覺得 不是 這班廢人 根本上就是什麼 真正路過 都不關他們的事 這件事情 打來打去 都不關你們的事 是不是 支聯會 譬如說支聯會 李卓人又說 會不會 我們說 平反六四 結束一黨專政 就有出事 那你們看看 你們那個什麼 看看你們的常委 梁耀忠又說什麼 那天RTHK 直播閃閃閃閃閃 又說不說 又說不說 之後扭到立法會門口 即是 咪兜那裡說 大家又不齊心 又不說 你們做什麼 即是這班人 講成一套 做了七套 你們要 要隨便 要聚人氣的時候 你就抓一些 不拉間的事情 都堆在自己身上 然後自己就假裝 哎呀 我們都是唇亡此寒 我們都會受害者 但是一到 可能那件事之後 又在互相攻擊 不是互相攻擊 甚至是 他們整班人 是動用 他們的 憑黨 輿論的機器 不斷去打你 即是 而且最重要 一件事就是說 他們提 這麼多事的時候 他們都只是說到 結社自由 什麼自由 等等 但是他們最犯忌的一件事 他第一件事就是 已經拿閘 就是什麼 你一說香港獨立 第一件事就是 我反對香港獨立 他覺得是 一面免死金牌 即是我要說了這句話 我好像要念了 媽媽在胸這個咒語之後 我才可以做評論 如果不是 我就不行了 我就可能被人抽情了 他們就害怕 如果我 即是他們 如果去幫 就是 香港民族黨 就是 我們這些 去發聲 就當你是港獨 即是你看到 那些 幫港出聲 那些 已經出了這些 總之有關事 什麼有關事 那些有關事 即是 總之有份 所謂聲援 那些 叫做了事 讓我喬比的那種感覺 他不單是大頭盔 其實他只是說 我都反對港獨 你也是應該要打擊他 即是他的立場 他不單是說 我不同意他 但你也不應該這樣去搞他 他不是這樣的意思 楊岡橋 我看他那一段 應該就是說 第一件事 我是反對香港獨立 然後 是要打擊他 但不是用這種方法 殺雞 煙用牛刀 你不需要破壞香港法治 來打擊他 你應該是要 取締他 打擊他 拉他 什麼都好 但是不應該 用這種方法 去破壞香港法治 其實這個已經是再之後的回應 因為他 第一刻的回應更好笑 他說 社團條例是針對三合會組織而設 回歸以來應用於政治組織 未應用於政治組織 現在 你們不是政治組織嗎 不是他就說擔心 擔心政府 擔心往後會這樣做 神經病 你現在生肌肌在這裏 他就告訴你 擔心往後 要不不當你是政治組織 要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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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是根本上是 他那個說話就是擔心 政府引用的社團條例 打擊政治組織 擔心什麼 發生了 他講三合會組織 我剛剛講的背景的時候 已經告訴你清楚是錯的 臨立會的時候 那個修訂根本上 已經是針對 擔心往後的時候 香港會有些可能 跟外國勢力 外部勢力 連結的一些組織 進行顛覆 或者反中亂港的活動 所以才講 跟外國組織 和台灣組織 因為他不承認台灣是國家 所以才有這樣的明確分工 為什麼會有1B 拜託你看一下 在羅斯說話 楊岳橋 他還說 香港擁有言論和結社自由 擔心往後 會用來打壓政治組織 未就基本法23條 立法已經行使23條的權利 說了很久了 公安條例是什麼 社團條例是什麼 還有那些 其實很多事情 他禁止參選 不讓你注冊公司 其實一大堆東西 已經可以去嚴重地 不斷打壓你 譬如現在這個 引用社團條例 其實不需要為23條立法 所以他們說這些 通常不關自己的事 他會說得這麼輕鬆 他們覺得我們很乖 紅線是香港獨立 自決 都是紅線 你們自己踩 你們看死 我們就不會點紅線 是他們不對 我也覺得是他們不對 我也覺得是要打擊他們 所以 不要打擊我 我們是不說的 所以之前 為了回應這個本土主義的時候 民主黨有一些小數邊緣派 曾幾何時想寫一份 叫做香港前途決議民之類的東西 但是後來被黨團和黨內主流禁止了 結果胎死腹中了 而那個倡議人也退了黨 後來 不說名了 大家可以查到的 所以你看到 那份決議民死在哪裏呢 就是將這個香港自決 列為香港的前途未來的選項之一 這樣已經死了那份東西 所以你想想 那些泛民主派 不要叫他們反對派 因為他們根本上沒有反對的成份 反對什麼 對於這些民主派來講 這條就是紅線 動搖到主權根本 不承認中國對港主權這件事情 就是愛國派 愛中國的愛國派 他們 其實說到最後 也要為泛民說句公道說話 他們才是真真正正的愛國者 愛中國 他們是最大中華 他們口中所說的建制派 我們說的保皇黨 其實沒有他們那麼愛中國 他們有些見風洗陀 西瓜靠大邊的女人 這邊有錢 就靠這邊 當你英治時期的時候 他們一定是靠攏英治政府 1997年之後 中國統治 中國殖民的時候 不是靠攏中國政府 但是唯一 泛民那一番 他們一路走來 始終 現在都是這麼愛中國 都是這麼大中華 這是我可以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說話 之前80年代楊森的說法 就是民主派 就不是民主抗共 所以他們就不是反抗派來的 不是跟政府 每次都要對在幹的 我們承認這個中國在港主權 諸如此類的東西 其實這些已經說完了 說完他的立場是怎樣的 所以對於本土甚至是獨派來說 跟這些所謂的民主派之間的分別很簡單 就是獨派的反賊 你們不是 在政府的眼中 你們是可以協商的 甚至可以統戰的 也都泛民主派歡迎議員 走進去中聯辦 和中聯辦的官員溝通 歡迎招安 求包養 就是什麼 那天是宋綱來的 其實這件事影響都很深遠的 先例一開陸續會有來 可能是有其他政治組織 剛才有說過 不過清淨好像宣佈 是不是要清盤 梁仲恆說會清盤 可能基於黨內的 就是組織內的人事變更 以及社會環境 以及他要處理 即是他開不了會口 然後也都要 令到他的帳目處理上面 是有困難的 要維持公司的運作 所以不如申請清盤算了 這樣 那本文錢都現在 都應該沒什麼怎麼動 始終受太大打擊 那些人又不在 都沒有說 總之 你慢慢會發展下去 就是當初我被DQ 到梁天琦 清淨 剛才說了 他們所說的DQ4 一直發展下去 影響很深遠 而且23條是不需要立法的 現在 他不需要23條立法 他已經有很多方法 去做到23條的效果 還有就是 這件事要怎麼發展呢 我都不知道 甚至律師都不知道 法律界 他們從一個專業的角度 法律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如果從你的法律角度去看 這件事就不應該發生 是吧 就不應該會有什麼 寫亂條例 然後禁止你的運作 是不會有這件事 但現在都發生了 好 然後你從一個專業的律師的法律角度去看 應該沒事的 他告你不進 或者他不可以宣佈你成為非洲組織 但可能都會這樣發展下去 甚至是剛才我說 我宣佈解散香港民族黨 我繼續以國人名義 繼續生存下去 繼續去宣揚香港獨立的時候 他都可以抓我 他都說 我不信你有解散到 你也是一個組織 或者我改名可不可以 都不知道 可能改了名可不可以 改黨可不可以 可能又不可以 我改黨官說 其實我是建設民主中國的 或者是自派洋 可能都不可以 那個社團主任又告訴你 就是我不信納你是真心誠意 對他改變你的立場 和主張 和這個政黨光之類 光領之類的東西 因為你是為了你那個組織的生存 你才去委曲求全 你才是說謊 騙我的 其實跟選舉的時候一樣 宣誓一樣 就是我解散了組織 然後我創了一個新的組織出來 就好了 就是愛國民主黨 愛國民主黨都可以 然後他說 因為昨天 其實你呢 就鮮明地擺明 支持香港獨立 所以你再搞組織 那個組織 一定都是為了推動香港獨立 選擇的事來講 你做什麼是錯的 我總之我不相信你 就是你的心是這麼想 就是當初我去參選的時候 我去宣誓 我真的有宣誓的 那份事要簽名 然後站起來讀 那時候是選舉主任 然後民政事務專員 那類的東西 他本身是民政事務專員 那些東西都坐在那裡 有人監視 我在面前站起來讀 簽名 到最後 他都說 因為你是支持香港獨立 所以我不相信你 是可以宣誓的 我不覺得你是真誠的 所以我現在再創立一個組織 我成立公司 或者我做任何事都好 不行 因為你這個人是支持香港獨立的 即使你是做一個正當商人 他都覺得你的錢 是拿來不知做什麼的 他就說 我不再支持香港獨立 不行 你說過 我覺得你就是了 你現在說 你不支持香港獨立 是純粹為了 為了去委曲求全 你本來是信佛的 你不可以無緣無故去信我 改信基督教 不可以我不信 真的很糟糕 我作為警察牌照科的助理事務主任 我是絕對有理由 有能力相信 你是不會改變你的立場 你一定是支持香港獨立 你做什麼都支持香港獨立 無論你是改組織名 改黨綱 或者是成立新組織 你都是一個非法組織 這個我個人猜想 絕對是沒有受到法律意見 這件事 也不是一個律師 但是我想帶出的就是 如果你作為一個律師 你從法律角度去看這件事 根本這件事 本來就不應該發生 你違反了你的法律原則 違反了你的法律條文 即是你已經是超法律 超技術的框架 去做一個政治的研判 是的 究竟這件事會怎樣發展下去呢 這一刻都難說 但是就不樂觀 也是悲觀的 這件事也很艱難的 明天會見律師 看看有什麼意見 發意見 我抽一分鐘時間 去回應一件事情 一個是關於對你的批評 話說某個老人 就是某個傳媒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你開了一個惡劣的先禮 去打擊了這個本土的組織 其他組織的生存 都是因為你開創了這個惡劣 而去打開了缺口 然後又殘害同道之類的 即是很大的一個指控 那我心想 即是一個政權要對付你 你無論給什麼藉口也好 不需要你去製造做什麼 正如剛剛所說 即是阿天做什麼都是錯的 他要對你的話 總會作出一些理由出來對付你 之前節目裡面其實也有一個示例 叫做加泰文化協會 他本身就是在加泰龍尼亞 還在佛朗哥執政西班牙的時候 創立的一個加泰組織 他本來是做什麼呢 套用香港的背景說 就是說香港人說香港話 他就是一個主張 這個組織在加泰龍尼亞 就是加泰人應該說加泰話 他反對西班牙強加於加泰政府 說你要用西班牙來做官話 官方語言 不要你加泰話 讀書不准讀加泰話 寫字不准用加泰字 那麼他就為了推廣加泰語言和文化 他就在這裡存在 那麼後來呢 沒有久之後 就已經被佛朗哥政權說他是非法組織 於是他做什麼 跟政府打官司 如果在1963到1967年 我沒有記錯就是 他們是在於地下組織這樣去做 他只不過是一個文化組織 他不是要推翻什麼政權 他不是要革命 他只不過是加泰人說加泰話 但是已經變成了一個藉口 那所以你說 你說做什麼藉口 害什麼同道 什麼什麼XX那些 我心想 你還好不好意思 在書展上出本書 告訴別人 廣東話是香港官話 算了 不理我 不理我 我都沒有看 阿叔太忙了 不得人看這些東西 總之 大家不用擔心我 我就會OK的 狀態非常之好 總之各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繼續留意關注這件事情 好 大家加油 各位再見 再見